就看八字实现两座 今天我们继续讲丛格 继续讲丛格 丛格它分为丛妄和丛妄 是吧 那我们也讲了 丛妄是一党 是不是 若而无坚弃或者无 丛妄是同党 若而无坚弃或者无 这是他们的原则 今天我们拿两个例子来举 来看看 如何来断 这个八字在前面应该都讲过了 应该讲过了 我们再看看吧 日元在这里了 月令是三个 金柱它 成土生它 这我们可以看成几个 看成是五个 因为这个根和这个成 他们的目标都是这样讲不过的 跟日元的目标 跟月令的目标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两个就不转移了 这两个就不转移了 我们直接把它成土是吧 转移给深 当作四个就行了 当作四个就行了 神经克甲木 50%的弱是吧 根克就弱了 成土的号就弱了是吧 这个号弱 这个弱 很明显全部是一党 是吧 全部是一党 一党呢 这时候从不从弱呢 这时候从不从弱 这个八字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 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 大家记好了 大家记好了 深沉它是拱水 虽然是拱水 但是不完全成功 我们就不当作那个了 大家如果记好 如果这里有个四 这里有个四 这里有个深 这里有个深 四深有河水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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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 就不能就是从弱了 就不能从弱了 拱河没有六河的力量大 没有六河量 所以说那个六河 大家注意一下 拱河也要分别一下 好 我们看这个八字 这八字一目了然 是不是 很明显是从弱了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看 这是三个力量 是不是 泽水柱塌是四个 因为金额水的目标都是在弱 我们就不转移了 四个柱塌呢 百分之五十的望 升他就是升旺 是吧 祝他升旺 升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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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升旺 如果我举个例子 如果这里有一个 椅木 这里有个椅木 此时呢 那个同不同啊 此时就不同了 虽然椅木力量 就是那个各数小 但是人水升他 看水升旺 是不是啊 他很旺啊 就不能从 那我打个比方 如果这里是某木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啊 某木也是铁方啊 也是铁方 我们再重新来举例 如果这里变成了 丁呢 丁火那从不从旺 这时候比较特别啊 大家看啊 丁人又和木 丁又和木的迹象 丁和人很多是有木的属性 木是不是卸之源呢 所以说也不从旺 也不从旺 大家记好 大家再来看 如果这里有个四 这里如果有个四火 那它从不从旺 汗水克四火 汗水克四火 冲克四火 紫水克四火 紫水冲克四火 这时候四火的力量特别小 特别小 那个就可以消失不看 这时候呢也是从旺 这时候也从旺 如果这里来一个 如果这里来一个丁火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里来一个丁火 那从不从旺 也不从旺 就是当我们声望来看 也不从旺 这些格局呢 我在后面会讲 大家那个 就在视频讲到后面了 还要介绍 还要介绍 那好吧 今天可能讲到这里吧 感谢观众的视频 拜拜 支持明镜 som WILL 看见